这些梦幻般的地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饭店 它一定造价不菲 这里到处都是考究的艺术品 为什么不像个贵族似的住在宫殿里呢 还有特种服务 谁都会迷上它的 一切都太棒了 这感觉无一伦比 下面就让我们去体验一下 这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饭店 十大饭店的魅力所在 我们在世界各地寻找最好 最气派 最奇特的大饭店 不论你的兴趣是在美食上 还是想出来散散心 我们都有最好的饭店介绍给你 让我们从模特麦克尼特所在的迷人海滩 开始倒数这十大饭店 南部海滩是最好玩最性感的 欢迎来到佛罗里达麦阿密的南部海滩 我们喜欢这儿 沙滩上最迷人的是 女孩们美丽的身体和古铜色的皮肤 感到意大利服装公司迪谢尔来这里发掘新秀时 他们设计了另外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咖蓝鸟大饭店 几年前 DG公司的人来到这儿 他们是知道迷阿密海滩的 他们深深爱上了这个地方 他们充满了活力 激情和创造力 他们说 让我们做点什么吧 于是 就有了这个大饭店 饭店的一切都不同寻常 找大厅吗 这儿可不是 这儿是迷阿密西皮市酒吧 到招待那儿去登家祭 别忘了拿杯饮料 而咖蓝鸟大饭店的26个房间 也像嬉皮市酒吧那样 酷极了 咖蓝鸟就像是迷阿密的缩影 它有趣 性感 多姿多彩 充满活力 它是南部海滩重要的一部分 它是南部海滩文明侠儿 为了装饰这些房间 迷西尔的设计者们 用了众多的废品废料 在我们看来 它们简直就像是 简破了二的 那些艺术品 来自完全不同的地方 有跳蚤市场 也有古董店搜集来的 我们专找那些怪异 有趣 新奇的东西 我们收集它们 感觉 观察 触摸它们 然后再把它们组合起来 每个房间 都与它们的名称相匹配 从六十年代的执行官 到你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斑马套件 到这儿来 可得站稳了 309号 梦幻女孩 已住进了一对 澳洲新婚夫妇 彼得和莎拉 让我们来听听 她们的感受 我们对饭店的第一印象是 哇 真漂亮 我们都注意到了 这里的一些细节 我们喜欢那些细节部分 我们一进房间 就感到了 它们那特有的魅力 我想 这也是 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而且 整个饭店的设计 也独具魅力 我们太喜欢这种火柴了 太酷了 我收集了几个 如果你还嫌不够热 那就来看看 这间淘气的小秘密 多米尼克和乔纳森住在这儿 这是我见过的 最漂亮的房间 他们称它为高级妓院 我们正在动物院 所以就选了这个房间 我喜欢这种田鹅绒 我觉得它很性感 所以就选了它 只要愿意 你可以在这儿住上一个星期 每天换一个房间 每晚都在不同的环境里 如果想省钱的话 可以选顶层 那绝对是 迈阿密最好的顶层房间 很多人都称它为 詹姆斯·邦德顶层 要知道 在同色墙里 我们相有圆形 盐水鱼缸 房间里有55寸全屏彩电 可以用遥控器 遥控这些电器 主卧室里有张圆形大床 这儿有许多好玩的 顶层的设计风格 各不相同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作为这个星球上的 梦幻之地和西提式饭店 嘎蓝鸟被排在 我们十大饭店的 第十名 下面继续我们的排名 说到庄园 没有比这儿 更有英国味的了 这就像是住在一个英国人的 私人庄园里 英国伦敦 这是个皇家成员 与各种纪念碑 随处可见的繁华大都市 但如果这种繁华语喧闹 不合您胃口的话 那就赶快到伦敦郊外 九十英里处的 修顿格林大饭店区 亲爱的 这儿太棒了 伦敦人安格鲁和埃里森 于周末来到这个近来被誉为 超级乡村小屋的大饭店 欢迎来到修顿格林 早晨好先生夫人 我是波德克罗 欢迎来到修顿格林 让我们把外面的世界 都抛在脑后吧 从他们进来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感到很放松 他们说 我们卸下了所有的重担 他们轻松极了 所有的一切都让你感觉好极了 这个房间建于1750年 这个有着六十个房间的乡村之家 会令你感到轻松的 想明乡村绅士 修顿格林是个精美的英国乡村庄园 房间就像你期望的那样 装饰着各种古丸 这儿的服务也是一流的 他们会直呼你的名字 在这儿一切都变得轻松极了 下雨时 他们会为你准备好 惠灵顿影区 一切都是无与伦比的 你会真正感到 你就像是这个家里的 一位十分特殊的客人 真是太美了 安德鲁和艾利森 已急不可耐地开始了他们的 来吧 垂球运动 亲爱的 打得非常好 当然 没有英国人会错过每天下午的茶点时间 更何况 休顿格林大饭店的茶点更是做得精美无比 我能放开吃吗 可以 算明知味道不错 到海边有多远 我想最多只要十分钟 太好了 如果对吃茶点不太感兴趣 那就骑上自行车去周围转转 太美了 咱们接着起吧 好的 如果你想润润喉咙 那就到公海上去做此轻松的快艇旅行吧 玩了一天 现在艾利森和安德鲁决定到被誉为欧洲最好的温泉 休顿温泉里来接接发 而这里有皮埃尔厨师做的绝佳乡村菜肴 人们从英国和世界各地来到这儿 他们希望体验这儿的一切 包括餐馆里味道绝佳的酒和食品 而且价格合理 你去休顿格林那里享受一切 有健身温泉 体育活动 那里应有尽有 如果你酷爱美食去休顿格林也绝无问题 皮埃尔的厨艺是世界上顶级的 休顿格林什么都是最好的 要知道我也想从各方面使他尽善尽美 不管是食物方面 服务方面 还是在其他各个方面 以其优雅的相缩环境和一流的友好服务 伦敦郊外这世外桃源般的休顿格林大饭店 被名列我们榜单里的第九名 我们第八名的大饭店更是与众不同 房间都是意大利式的 而且以赌博著称 啊 帕利斯曼 欢迎来到这里 在情侣贡多拉上飘过浪漫又悠闲的一天 这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吗 不 你错了 这里是位于内华达州繁华市中心 拉斯维加斯的威尼斯大饭店 加上着意大利式的灯光照明 威尼斯大饭店堪称是所有赌博饭店里的教父了 但唯一能使他在拉斯维加斯 涌出不败之地的办法 就是摧毁了重建一个 尘埃过后 意大利风情又在这里重现 这三千个富丽堂皇的房间 是意大利最优秀建筑和艺术的集中体现 我们在复制威尼斯优秀文化方面 真是煞费苦心 我们本想用一种极像大理石的替代材料 但是后来我们还是要求 用了和威尼斯总督府完全一样的 意大利大理石 你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它 富丽堂皇 就像肯和科里所发现的那样 哦 上帝啊 看哪个喷泉 真气派 我们太忙了 抽不出很多的时间 虽然想出国旅行 但是时间又不允许 听说威尼斯大饭店很不错 于是就到这儿来了 哦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些艺术品足以让米开朗基罗感到自豪了 这一定花了很多的钱 我也正想这么说呢 事实上它的造价是十五亿美元 但你能看出它的确值这么多钱 真不敢相信 我们想创造再造威尼斯的浪漫 并把它与贝福利山的华贵结合起来 于是就同时有了浪漫华贵和刺激 进第二道门后 那感觉真是妙极了 当你进门时 这边有位唱着歌的看门人在欢迎你 一切都如梦如幻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肯以为这个周末做了惊喜安排 我将去赌场赢回很多钱 然后让妻子去洗温泉 我们这个周末会过得非常愉快的 很好 十六八正是我想要的 哦 我的钱输光了 我需要钱 嘿 有时你赢 有时你会输 看来今晚幸运的是女士们 夫人 你要去的是温泉甜蜜一号市 就在那边拐角的地方 这里是牧场峡谷温泉 不过凯莉可不是来攀墙的 她要放松一下 感觉怎么样 很好 牧场峡谷温泉 是拉斯维加斯最好的温泉 我想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设施 十分齐全 服务项目广泛 在拉斯维加斯 没有哪个地方 能与牧场峡谷温泉相提并论 和真正的威尼斯一样 大饭店同样有着数不清的商场 在从你的口袋里吊里拉 还有十六家不同的餐馆 满足人们不同的口味 你也来尝尝 为了体验真正的威尼斯风情 肯和凯莉坐上了饭店室内的贡多拉 当游客踏上贡多拉后 只要你闭上眼睛 就会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小船会令你感到 如同进了仙境一般 置身在这室内灯光造出来的仙境里 你能一直享受夕阳里的浪漫 而不必担心会下雨 威尼斯大饭店 以其丰富的想象力高额的风险投资 被列为我们十大饭店排名榜的第八位 让我们脱去衣服好好放松休息一下 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然后我们再去这岩石上的大饭店 我们要爬山吗 最后再看看谁摘走了第一名的桂冠 让我们继续倒数这世界顶级的十大饭店 第七位的大饭店 拥有绝对的高度和足够的活动项目 让您充分感受高山的魅力 它位于风景秀丽的丛山之间 而且最吸引人的是那个湖 路易斯湖城堡位于加拿大山区 班夫国家公园的中部 它绝对是公园里的一颗闪烁的明珠 由于它位于加拿大山里 所以为你可以从事各种运动 夏天你可以做橡皮筏 徒步旅行 登山 划船 而在冬天 由于被群山环抱 你能进行各项高山滑雪之类的运动 丹尼尔和朋友古德兴致勃勃勃地 来到这世界上最美妙的湖边度周末 我们只是想 只是想走出城市 到一个能让人冒险的地方去 路易斯湖城堡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要爬过那座山吗 这些男人追求的 是令他们心跳刺激的运动 而这一切路易斯湖城堡全有 不论你决定做什么 是攀岩 登峰 还是徒步旅行 骑山车 或者是划船都会很棒 能让你出了门 就能坐这一切的地方可真不多 真棒 若你还嫌不够惊险 那就来骑山地车吧 出发 先生们 我算没戏了 接下来还有些时间 让小伙子们来到这洁净的路易斯湖上 路易斯湖的尽头是维多利亚山 山上有维多利亚冰川 正是冰河运动把岩石粉碎成了盐盐 湖水才会如此碧绿 你身处地球上风景最美的地方 当你走出饭店大门 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绿茵茵的湖水 这真是太好了 激烈的运动过后 丹尼尔和古德准备回饭店凉快凉快 就像野营一样 只不过晚上你要回的不是帐篷 而是这舒适美观的套房 这两种生活的好处你都得到了 何况饭店的装修同样毫不逊色 我想路易斯湖城堡 对那些酷爱出门旅行 又喜欢出门时享受一流服务的人来说 真的是太适合不过的了 将食宿与冒险完美结合起来的 路易斯湖城堡 被列为我们排行榜的第七位 排名第六的大饭店 对于旅行的一家人来说 就像是个热带天堂 如果你去夏威夷 那儿便是最好的住处 若你想建座雄伟的大饭店 那就不能练习前 就其规模而言 格兰蒂威拉大饭店没有令人失望 这个有七百个房间 用大理石造成的大饭店 被建在四十公顷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附近就是茅易岛上颇有争议的最美丽的海滩 饭店造价十五亿美金 风景设计师当时的任务是 让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五十年来 我们从没在这里植过一棵树一样 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片草是这里土生土长的 事实上这是美国历来风景工程中最大的一个项目 今天来的客人是布兰达阿尔夫 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萨米尔和吉娜 这里可是他们度假的最佳选择 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感觉十分温暖 我们的第一印象是 哦 这儿真的不错 大人会更喜欢环境 孩子则会忠情于泳池 孩子们都很喜欢温泉水滑道 我觉得那确实非常的刺激 绝对容易上瘾 也并非所有泳池都那么刺激 当你想放松一下时 可以到专门的成人泳池去 但这多少令父母们感到为难 因为这时该拿孩子们怎么办呢 不用说去儿童营地 格兰地营地 每天都提供众多不同的娱乐项目 如手工制作 寻宝游戏 自然探棋 进城堡 还有护拉圈克 做花环 扎染 和陶艺等等 另外 格兰地维拉的温泉室 还会向你推荐 放松身心的好办法 五方式 你只需一个人 一大把盐 还有二分之一加仑的蜂蜜 这种方法起源于威拉的循环水疗法 威拉的循环水疗法 具体包括以下五种不同类型的特色疗法 有海藻疗法 天然盐疗法 方江疗法 还有我们的热带煤疗法 另外 还有沼泥疗法 只不过温度较低 每种疗法 顾客都得泡在里面 这种疗法叫阿利利蜂蜜蒸育 在阿利利蜂蜜蒸育中 它们会在你身上轻轻涂层盐 然后在你全身倒上温暖的蜂蜜 慢慢摩擦 让蜂蜜渗入肌肤 然后给你围上条毯子 把你带到蒸汽室去 这样 你身上的蜂蜜就会完全渗入皮肤 这种办法能有效地滋润你的肌肤 在弗兰达接受涂抹时 阿尔夫也在接受按摩 开始时 是在全身边浇印第安油 边轻轻地按摩 两名技术人员会在身体两侧同步进行 然后 是在前额的正中间 浇一种叫 湿弱的油 这种独特的疗法 能帮助人们保持身体和心理上的平衡 感觉很光滑 很镇静 放松极了 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该尝试一次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高雅的享受 真太不可思议了 父母已经放松好了 孩子们又怎么样呢 看来他们一点都不想家 但如果你真想给家人留下深刻印象 为什么不多掏一万块住得宽敞些呢 大饭店的豪华套房有五千五百平方英尺 房间里有钢琴和与您作为高贵消费者相称的伙式 但无论你住哪儿 观赏风景都是免费的 何况这里的日落如此绚丽 以期巨大的规模为家庭提供娱乐的 格兰蒂威拉大饭店排名第六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尼大饭店 在这儿你是看不到众多喧闹的游客的 此饭店最适合女王住了 当你走进大饭店会觉得自己像个贵族 这一点也不夸张 欢迎回来 我们对十大饭店的介绍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想找个远离游客和公路的饭店吗 第五位的大饭店就像个寂静的天堂 事实上你会觉得自己像个巴黎贵族 在印尼这个岛国 巴黎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很不同 现在悬崖上能直接俯瞰到大海的这个大饭店 叫做阿蒙基拉或和平山 如果说沉默是金 那阿蒙基拉就是块24K的金子 阿蒙基拉很独特 因为它有一种梦幻般的奢华 我想每个人有时会很想纵容一下自己 但这是种巴黎人特有的方式 给你的感觉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小天堂里一样 阳光下几英里长的沙滩 翠绿的树林 与世隔绝的远景 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你 我们的宗旨是隐蔽和书室 我们只有很少量的房间 只有35间 每个房间有三个部分 屋外有事业很好的餐桌和写字台 卧室里有张豪华的大床 还有桌子椅子 然后是一个特大的浴室 有浴缸 分开的淋浴 两个卫生间 两个梳妆台 还有许多椰木制品 和干净整洁的毛巾 我们故意把饭店建得较小 这样就能更好的和客人接触 照顾到每个人的细节等各个方面 你会觉得这就是你的饭店 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宗旨 饭店一圈都是相连着的游泳池 游泳池建在陡峭的山坡上 分上下三层 这很像是巴黎人那著名的梯田 这也是设计游泳池的思路所在 由于它长得看不到边 所以你会感觉池水是与大海相通的 与游泳池的田径相比 大饭店的服务更是无可挑剔 这里的每位客人都有七个服务人员 他们能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无论那是什么 阿蒙基拉的菜谱 融印尼特色与西方口味于一体 大厨师托比安德森 随时都准备着满足您的任何要求 我们为客人做许多特殊的菜 无论他们要什么 那是些菜谱上没有的菜 我会走到客人面前问个明白 对洛杉矶人拉尔夫来说 晚餐时间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从我们一到这儿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只是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 从总经理到为你准备食物的人 到那些服务生 到海滩上游泳池 还有花园里的服务人员 所有这些人都理所当然的 视你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天空这么美 海水这么蓝 那感觉真是太惬意了 阿蒙基拉大饭店 以其无与伦比的巴黎风情 可远离尘销的幽静 而名列第五 海林第四个大饭店 将使你享受到黄世帆的礼遇 饭店本身绝对豪华 足迹和纯净的装饰 令你体会到一种欧式的华贵 法国巴黎 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叶城 这是情侣们心目中的天堂 每个坠入爱河的人都会来巴黎的 我带妻子来到这里 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 对希望享受皇家般待遇的 蜜月中的人们而言 金利伦大饭店是再适合不过了 也要享受皇室般的礼遇 金利伦大饭店该是首选 该饭店赫赫有名 1758年 由国王路易十五所建 曾有大量法国贵族 包括玛丽·安托瓦内特再次吓她 这儿就是金利伦饭店 声明显赫的休息室 当年玛丽·安托瓦内特 就是在这儿接受音乐教育的 我身后挂坛上的中间那个人 就是玛丽 音乐声传入美国夫妻朱莉亚 和他们的耳朵里 此前他们从未度过蜜月 但这次周年纪念日 他们却打算以巴黎人的方式 庆祝一番 我一直梦想着来巴黎 这儿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五年 当你进到这里 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贵族 路易国王非以远去 但他那奢华的皇家装饰 却被保留了下来 如今金利伦大饭店 已归泰丁格香槟酒家族所有 当你在享用香槟酒的同时 你还会感到众多别的东西 金利伦大饭店最适合那些喜爱文化 艺术 历史 和在一个浪漫环境里 尽情享受夜生活的人们 大饭店交通便利 出去观光十分方便 另外 你一定要尝尝金利伦大饭店中 李斯阿巴萨餐厅的美味 只需看一眼这世界有名的菜肴 你就知道什么是明星菜了 在法国 密西埃伦标准是绝对严格的 它是我们所知道的 所有类似标准中最严格的一种 如果你想得到它的一个两星级认可 就得有连续几年的高水准服务 本餐馆是法国的顶级餐馆 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事实上这儿原来是个舞厅 人们在此翩翩起舞 而路易十五就坐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而即使是路易国王也对伦纳德套件印象深刻 每晚一万五千美元的房价 使他成为巴黎最贵的房间 我们住个伦纳德套房 那是他住过的房间 很难想象 在我们吃早餐的阳台上 他会每天在那凝视艾克尔铁塔 新月形面包 半圆形大法棒 上等的咖啡 早餐非常丰盛 金利伦在这方面做得很棒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来巴黎 住在金利伦大饭店 过一个顶级的蜜月 作为能让人一见钟情的皇家大饭店 金利伦大饭店 位居排行榜第四 下面我们将去海底寻些野趣 海底除了鱼和珊瑚 你看不到一个人 现在让我们到东方去 常言道要想别人怎样对待你 你就要怎样对待他 我们离街角第一名已经不远了 让我们继续十大饭店的排名 排名第三的大饭店 有着神奇的海底娱乐世界 这是个感性的世界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 这里有大袋鼠飞去来计歌剧院 和两千年奥运会 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正乘船直奔海曼岛大饭店 海曼岛大饭店被建在澳大利亚海岸线上 离大宝礁很近 正是它的地理位置吸引来了大批的游客 最近它已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度假圣地 海曼岛是个顶级的独岛旅游圣地 岛上的人要么为大饭店工作 要么就是大饭店的客人 这就是人觉得这里既隐蔽又唯我独尊 我是说它就是你的岛 而这就是你的房间 这是个英式的顶层房间 有时你会感到奇怪 虽然这里远离昆士兰 但是房间却有种英式庄园的味道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大庄园主拍卖厂和古董商那买来的 纽约人弗莱德·威伯格以前从未潜过水 饭店方面甚至能做到 无论你想要什么 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满足你 而且他们以此为乐事 每个人都面带微笑 只要你能想到 他们就能为你做到 而弗莱德正准备去参加在澳大利亚大宝礁举行的潜水活动 做好了弗莱德 注意看下面的美景 仅仅飞越大宝礁就够激动人心的了 只要想想大宝礁要从纽约到佛罗里达那么长 就能让人惊叹不已 你看大宝礁 这真是太神奇了 海底真是太神秘了 只有鱼和珊瑚 周围是那么寂静 除了我们几个 再没有别人了 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你可以随时来这里 来多少次都可以 每次你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你会慢慢开始看到一些小东西 如海马 海龙 珊瑚虫等等 这种各样的鱼和珊瑚 还有一种失去了重量的漂浮感 周围的景物在不停变换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似乎停止了 上来以后你可以喝杯香槟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还有什么 弗莱德 还用说当然是免费的香槟了 当然 并非只有大宝礁才能娱乐 海曼岛上可玩得多着呢 我们这里能提供的活动项目很多 自然其中很多都是在这美丽的大海上进行的 这周围的景色美极了 尤其是白色天堂海滩 它绝对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海滩了 这片梦幻般的海滩吸引来了无数的游客 岛上我们有艾肯游泳池 几乎每本导游小册子都会提到它 人们很爱来这游泳 因为它充满了梦的色彩 海滩就像是人间天堂 几乎我们在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房间 设施 还有食物 所有的一切都无与伦比 由于它把澳大利亚壮美的大宝礁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海滩到大饭店高居我们排行榜的第三名 第二名则同时有着东方与南亚的独特魅力 无论何时你看世界上最好饭店的名单 曼谷的东方大饭店都会被排在最前面 当地人称这个古老的城市为天使之城 西方人叫它曼谷 这个拥有六百万人口的城市 有着三百座佛教寺庙和一条河流 国王河 豪然耸立在国王河边的就是东方大饭店 到明年我们饭店就有125年的历史了 像我们这样历史悠久 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饭店并不多 另外就是它零和的地理位置 这里一天24小时的生活就像是快乐的万花筒 丰富多彩 我们有四百个房间 一千二百一十五名员工 我们的服务也是一流的 泰国人民很优秀 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如果你喜欢奢华 那你就一定会喜欢这里 早上好先生 旅途愉快吗 金官员但很愉快 热衷美食的马克一进饭店 就受到了热情接待 我之所以来曼谷 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多姿多彩的泰国文化 而且我还特别想好好体验一下 东方大饭店 马克对饭店的体验 还包括去河对岸饭店所属的烹饪学校 如果你想学做泰国菜 那就到曼谷东方大饭店的泰式烹饪学校来 我会教给你 这是很有趣的 看到我是怎么削的了吗 对 就是这样 能在这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饭店里学烹饪 这简直是太好了 对 就这样卷 注意拇指和食指的位置 马克在学用水果和蔬菜进行艺术雕刻 比如把西红柿削成玫瑰 第一次做这已经很不错了 想在饭店里就职吗 泰式烹饪始终吸引着我 在这个烹饪班里 我看到了各种香料 还有调味料 我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泰国菜那么好吃 你会在泰国菜里发现 甜味 咸味 酸味 还有辣味 这也是人们喜欢吃泰国菜的原因 它非常与众不同 味道很好 很柔和 你们还想吃吗 我来坐 如果你还想换个角度了解东方大饭店 那你可以去看看泰国古老的夜间传统舞表演 它就在河边的萨拉纳拉亭子里 如果有人要我快速说出 世界上最好饭店的名字 我想我第一个脱口而出的 就会是曼谷的东方大饭店 以及绝对的美丽和多姿多彩的服务 曼谷的东方大饭店 位于我们世界十大饭店的第二名 接下来我们该揭晓十大饭店的第一名了 欢迎回来 我们已带您周游全世界 领略了这世上最高水准 最优雅 最奢华 最具娱乐性的大饭店 现在该去看看第一名的大饭店了 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 有野生动物和你在一起的大饭店 我们在这参观 看到的东西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南非 如果你想看到最多的大型野生动物 如果你想了解大自然中动物间的食物链关系 那就来这里吧 在这一望无际的荒原里 坐落着一个人类与动物们的共同天堂 它就是马拉马拉大饭店 在马拉马拉 无论你是住在饭店里 森林小屋里 或者是随便什么地方 护林员都会把你看成是他自己的客人 自始至终都会很好地照顾你 大饭店的所有者迈克和诺马雷特里 已在马拉马拉居住50年了 在被制裁的那段日子 没人来这儿 那时跑比生意真不容易 很长时间都没人来 三种族隔离过后 马拉马拉被南非总统曼德拉 授予世界最佳饭店荣誉 从此一切都变了 曼德拉总统来了 这真是太棒了 从此世界各地的人开始来到南非 于是隔绝的马拉马拉大饭店 最主要的部分建在沙河岸边 这里有一系列各自独立的精美茅草物 精心修剪过的草坪 而且保护区内依次只许近50个人 就像朱里和杰弗瑞 他们是和互联人皮埃尔罗斯 一起来看动物的 我们是来马拉马拉看各种动物的 但我们最想看的还是五大动物 之所以被称作五大动物 是因为人们历来认为 在非洲狩猎最危险的就是这五种动物 它们是犀牛 大象 狮子豹 还有水牛 当然并不是因为它们最大才最危险 豹子是这里最小的 但它同样很危险 这五大动物在马拉马拉都有 而且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们 由于这五大动物 所以你也就很容易看到其他的动物 它们处在食物链的最顶层 就像是在金字塔的尖上 另外在这个生态系统里 还有许多别的有趣的动物 有空时你可以去看一看 捕杀时代早已过去 如今唯一用得上的只有胶犬 长颈鹿 如果你用枪射它们 它们就永远消失了 但如果你用相机照它们 它们就会没事 在PIR开车时 巡兽人吉姆马普贝拉 私下寻找着野生动物 巡兽人坐在后面 它的位置较高 很容易发现动物 而且它也很清楚 自己要找哪种动物 作为护林员 我主要管开车 我看着路面 发现线索就和它商量 我们俩配合着找动物 找尽可能多的动物 我能听出各种动物的惊叫声 尤其是猴子和沸沸的 如果听到它们在叫 我就知道一定是 它们遇到了豹子或是狮子 当我们赶到时 嘿 它们果然在那 这儿就像是个 没有恐龙的侏罗纪公园 无论白天夜晚 你都能出来接近动物们 感觉好像很危险 其实却很安全 这真令人兴奋 我觉得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是看到小狮子的时候 我们四处寻找 跟着这些母狮子 能看到它们那么快活 能看到它们是如何交流的 这真是太好了 古生告诉我们晚餐时间到了 这是玛拉玛拉传统的聚会方式 饭店中的每个人都聚在这里 共进晚餐 彼此交流着一天的见闻 像玛拉玛拉这样的地方 一定得格外注意准备大量的食物 你一定会迷上那儿的 那儿没有餐馆 所以玛拉玛拉的食物 一定得格外的好 晚餐时的娱乐表演也很精彩 这儿没有电视机 它们唱的是南非传统的民间歌曲 一位妇女坐着越野车来这儿玩 离去时却哭了 那便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我想每个人都该来这儿一次 她将改变你的生活 我还会来的 帮你找回人性中最纯真的一面 玛拉玛拉是我们排行榜里的第一名 尽管人们对评选世界最佳大饭店的标准各不相同 有人注重她的华丽 有人喜欢她不寻常的 地理位置 有人爱美食 有人偏爱优秀的服务 有人则钟情于各种精闲刺激的活动 或是你想体验一下古老的优秀文化 但不论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都会在这十个顶级大饭店里 找到它们 以十五所建 曾有大量法国贵族 包括玛丽安托瓦内特再次下榻 这儿就是金利伦饭店声名显赫的休息室 当年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在这儿接受音乐教育的 我身后挂坛上的中间那个人就是玛丽 音乐声传入美国夫妻朱丽安和汤姆的耳朵里 此前他们从未度过蜜月 但这次周年纪念日 他们却打算以巴黎人的方式庆祝一番 我一直梦想着来巴黎 这儿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们等这一天已经长了五年 当你进到这里 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贵族 路易国王遂移远去 但他那奢华的皇家装饰却被保留了下来 如今金利伦大饭店已归泰丁格香槟酒家族所有 当你在享用香槟酒的同时 你还会感到众多别的东西 金利伦大饭店最适合那些喜爱文化 艺术历史和在一个浪漫环境里 尽情享受夜生活的人们 大饭店交通便利 出去观光十分方便 另外你一定要尝尝金利伦大饭店中里斯阿巴萨餐厅的美味 只需看一眼这世界有名的菜肴 你就知道什么是明星菜了 在法国 密西埃伦标准是绝对严格的 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类似标准中最严格的一种 如果你想得到它的一个两经级认可 就得有连续几年的高水准服务 本餐馆是法国的顶级餐馆 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事实上这儿原来是个舞厅 人们在此翩翩起舞 而路易十五就坐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而即使是路易国王也对伦纳德套件印象深刻 每晚一万五千美元的房价 使他成为巴黎最贵的房间 我们住个伦纳德套房 那是他住过的房间 很难想象 在我们吃早餐的阳台上 他会每天在那凝视艾克尔铁塔 新月形面包 半圆形大法棒 上等的咖啡 早餐非常丰盛 金利伦在这方面做得很棒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来巴黎 住在金利伦大饭店 过一个顶级的蜜月 作为能让人一见钟情的皇家大饭店 金利伦大饭店 位居排行榜第四 下面我们将去海 就去规模而言 格兰蒂威拉大饭店 没有令人失望 这个有七百个房间 由大理石造成的大饭店 被建在四十公顷 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附近就是茅易岛上 颇有争议的最美丽的海滩 饭店造价十五亿美金 风景设计师当时的任务是 让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五十年来 我们从没在这里植过一棵树一样 没有一棵树 没有一片草是这里土生土长的 事实上 这是美国历来风景工程中 最大的一个项目 今天来的客人是布兰达阿尔夫 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 萨米尔和吉娜 这里可是他们度假的最佳选择 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 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感觉十分温暖 我们的第一印象是 哦 这儿真的不错 大人会更喜欢环境 孩子则会忠情于永迟 孩子们都很喜欢温泉水滑道 我觉得那确实非常的刺激 绝对容易上瘾 也并非所有泳池都那么刺激 当你想放松一下时 可以到专门的成人泳池去 但这多少令父母们感到为难 因为这时该拿孩子们怎么办呢 不用说 去儿童营地 格兰地营地每天都提供 众多不同的娱乐项目 如手工制作 寻宝游戏 自然探棋 进城堡 还有护拉圈克 做花环 扎染和陶艺等等 另外 格兰地维拉的温泉水 还会向你推荐放松身心的好办法 处方式 你只需一个人 一大把盐 还有二分之一加仑的蜂蜜 这种方法起源于威拉的循环水疗法 威拉的循环水疗法 具体包括以下五种不同类型的特色疗法 有海藻疗法 天然盐疗法 方江疗法 还有我们的热带煤疗法 另外 还有沼泥疗法 只不过温度较低 每种疗法 顾客都得泡在里面 这种疗法叫阿利利蜂蜜蒸育 在阿利利蜂蜜蒸育中 它们会在你身上轻轻涂层盐 然后在你全身倒上温暖的蜂蜜 慢慢摩擦让蜂蜜渗入肌肤 然后给你围上条毯子 把你带到蒸汽室去 这样你身上的蜂蜜就会完全渗入皮肤 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五年 当你进到这里 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贵族 路易国王虽然远去 但他那奢华的皇家装饰却被保留了下来 如今金利伦大饭店已归泰丁格香槟酒家族所有 当你在享用香槟酒的同时 你还会感到众多别的东西 金利伦大饭店最适合那些喜爱文化 艺术 历史和在一个浪漫环境里 尽情享受夜生活的人们 大饭店交通便利 出去观光十分方便 另外 你一定要尝尝金利伦大饭店中 李斯阿巴萨餐厅的美味 只需看一眼这世界有名的菜肴 你就知道什么是明星菜了 在法国 米奇埃伦标准是绝对严格的 它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类似标准中 最严格的一种 如果你想得到它的一个两星级认可 就得有连续几年的高水准服务 本餐馆是法国的顶级餐馆 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事实上这儿原来是个舞厅 人们在此偏偏起舞 而路易十五就坐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而即使是路易国王也对伦纳德套件印象深刻 每晚一万五千美元的房价 使它成为巴黎最贵的房间 我们住过伦纳德套房 那是他住过的房间 很难想象 在我们吃早餐的阳台上 他会每天在那凝视艾克尔铁塔 新月形面包 半圆形大法棒 上等的咖啡 早餐非常丰盛 金利伦在这方面做得很棒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来巴黎 住在金利伦大饭店 过一个顶级的蜜月 作为能让人一见钟情的皇家大饭店 金利伦大饭店 位居排行榜第四 下面我们将去海底寻些野趣 海底除了鱼和珊瑚 你看不到一个人 现在让我们到东方去 常言道要想别人 怎样对待你 你就要怎样对待他 我们离街桥第一名 已经不远了 让我们继续十大饭店的排名 排名第三的大饭店 有着神奇的海底娱乐世界 这是个感性的世界 就是玛丽 音乐声传入美国夫妻朱利亚和他们的耳朵里 此前他们从未度过蜜月 但这次周年纪念日 他们却打算以巴黎人的方式庆祝一番 我一直梦想着来巴黎 这儿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们等这一天已经想了五年 当你进到这里 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贵族 路易国王虽然远去 但他那奢华的皇家装饰 却被保留了下来 如今金利伦大饭店 已归泰丁格香槟酒家族所有 当你在想用香槟酒的同时 你还会感到众多别的东西 金利伦大饭店最适合那些喜爱文化 艺术 历史 和在一个浪漫环境里 尽情享受夜生活的人们 大饭店交通便利 出去观光十分方便 另外 你一定要尝尝 金利伦大饭店中 李斯阿巴萨餐厅的美味 只需看一眼这世界有名的菜肴 你就知道什么是明星菜了 在法国 米奇埃伦标准是绝对严格的 它是我们所知道的 所有类似标准中最严格的一种 如果你想得到它的一个两星级认可 就得有连续几年的高水准服务 本餐馆是法国的顶级餐馆 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事实上这儿原来是个舞厅 人们在此偏偏起舞 而路易十五就坐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而即使是路易国王 也对伦纳德套件印象深刻 每晚一万五千美元的房价 使它成为巴黎最贵的房间 我们住个伦纳德套房 那是他住过的房间 很难想象 在我们吃早餐的阳台上 他会每天在那凝视艾克尔铁塔 新月形面包 半圆形大法棒 上等的咖啡 早餐非常丰盛 金利伦在这方面做得很棒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来巴黎 住在金利伦大饭店 过一个顶级的蜜月 作为能让人一见钟情的皇家大饭店 金利伦大饭店 位居排行榜第四 下面我们将去海底寻些野趣 海底除了鱼和珊瑚 你看不到一个人 现在让我们到东方去 常言道要想别人怎样对待你 你就要怎样对待他 我们离街角第一名 已经得写字台 卧室里有张豪华的大床 还有桌子 椅子 然后是一个特大的浴室 有浴缸 分开的淋浴 两个卫生间 两个梳妆台 还有许多椰木制品 和干净整洁的毛巾 我们故意把饭店建得较小 这样就能更好的和客人接触 照顾到每个人的细节 等各个方面 你会觉得这就是你的饭店 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宗旨 饭店一圈都是相连着的游泳池 游泳池建在陡峭的山坡上 分上下三层 这很像是巴黎人那著名的梯田 这也是设计游泳池的思路所在 由于它长得看不到边 所以你会感觉池水是与大海相通的 与游泳池的田径相比 大饭店的服务更是无可挑剔 这里的每位客人都有七个服务人员 他们能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无论那是什么 阿蒙基拉的菜谱 融印尼特色与西方口味于一体 大厨师托比安德森 随时都准备着满足您的任何要求 我们为客人做许多特殊的菜 无论他们要什么 那是些菜谱上没有的菜 我会走到客人面前问个明白 对洛杉矶人拉尔夫来说 晚餐时间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从我们一到这儿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只是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 从总经理到为你准备食物的人 到那些服务生 到海滩上游泳池 还有花园里的服务人员 所有这些人都理所当然的 视你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天空这么美 海水这么蓝 那感觉真是太惬意了 阿蒙基拉大饭店 以其无与伦比的巴黎风情 可远离尘销的幽静 而名列第五 海林第四个大饭店 将使你享受到皇室般的礼遇 饭店本身绝对豪华 足迹和纯净的装饰 令你体会到一种欧式的华贵 法国巴黎 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叶城 这儿是情侣们心目中的天堂 每个坠入爱河的人都会来巴黎的 我带妻子来到这里 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 对希望享受皇家般待遇的 蜜月中的人们而言 金里伦大饭店是再适合不过了 也要享受皇室般的礼遇 金里伦大饭店该是首选 该饭店赫赫有名 1958年由国王路易十五所建 曾有大量的 只有鱼和珊瑚 周围是那么寂静 除了我们几个 再没有别人了 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你可以随时来这里 来多少次都可以 每次你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你会慢慢开始看到一些小东西 如海马 海龙 珊瑚虫等等 这种各样的鱼和珊瑚 还有一种失去了重量的漂浮感 周围的景物在不停变换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似乎停止了 上来以后你可以喝杯香槟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还有什么 弗莱德 还用说当然是免费的香槟了 当然 并非只有大宝礁才能娱乐 海曼岛上可玩得多着呢 我们这里能提供的活动项目很多 自然其中很多 都是在这美丽的大海上进行的 这周围的景色美极了 尤其是白色天堂海滩 它绝对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海滩了 这片梦幻般的海滩 吸引来了无数的游客 岛上我们有爱肯游泳池 几乎每本导游小册子 都会提到它 人们很爱来这游泳 因为它充满了梦的色彩 海滩就像是人间天堂 几乎我们在不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之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房间 设施 还有食物 所有的一切都无与伦比 由于它把澳大利亚 壮美的大宝礁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海滩到大饭店 高居我们排行榜的第三名 第二名 则同时有着东方与南亚的独特魅力 无论何时你看世界上最好饭店的名单 曼谷的东方大饭店都会被排在最前面 当地人称这个古老的城市为天使之城 西方人叫它曼谷 这个拥有六百万人口的城市 有着三百座佛教寺庙和一条河流 国王河 豪然耸立在国王河边的就是东方大饭店 到明年我们饭店就有一百二十五年的历史了 像我们这样历史悠久 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饭店并不多 另外就是它零和的地理位置 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就像是快乐的万花筒 丰富多彩 我们有四百个房间 一千二百一十五名员工 我们的服务也是一流的 泰国人民很优秀 如果没有他们 风还是徒步旅行 骑山车或者是划船都会很棒 能让你出了门 就能坐这一切的地方可真不多 真棒 若你还嫌不够惊险 那就来骑山地车吧 出发 先生们 我算没戏了 接下来还有些时间 让小伙子们来到这洁净的路易斯湖上 路易斯湖的尽头是维多利亚山 山上有维多利亚冰川 正是冰河运动把岩石粉碎成了盐盐 湖水才会如此碧绿 你身处地球上风景最美的地方 当你走出饭店大门 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绿茵茵的湖水 这真是太好了 激烈的运动过后 丹尼尔和古德准备回饭店凉快凉快 就像野营一样 只不过晚上你要回的不是帐篷 而是这舒适美观的套房 这两种生活的好处你都得到了 何况饭店的装修同样毫不逊色 我想路易斯湖城堡对那些酷爱出门旅行 又喜欢出门时享受一流服务的人来说 真的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将食宿与冒险完美结合起来的路易斯湖城堡 被列为我们排行榜的第七位 排名第六的大饭店对于旅行的一家人来说 就像是个热带天堂 如果你去夏威夷 那儿便是最好的住处 若你想建座雄伟的大饭店 那就不能练习前 就去规模而言 格兰蒂威拉大饭店没有令人失望 这个有七百个房间 由大理石造成的大饭店被建在四十公顷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附近就是茅易岛上颇有争议的最美丽的海滩 饭店造价十五亿美金 风景设计师当时的任务是 让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五十年来 我们从没在这里植过一棵树一样 没有一棵树 没有一片草是这里土生土长的 事实上 这是美国历来风景工程中最大的一个项目 今天来的客人是布兰达阿尔夫 还有他们说特殊的菜 无论他们要什么 那是些菜服上没有的菜 我会走到客人面前问个明白 对洛杉矶人拉尔夫来说 晚餐时间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从我们一到这儿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只是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 从总经理到为你准备食物的人 到那些服务生 到海滩上游泳池 还有花园里的服务人员 所有这些人都理所当然的 视你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天空这么美 海水这么蓝 那感觉真是太惬意了 阿蒙基拉大饭店 以其无与伦比的巴黎风情 和远离尘销的幽静 而名列第五 海林第四个大饭店 将使你享受到黄世帆的礼遇 饭店本身绝对豪华 足迹和纯净的装饰 令你体会到一种欧式的华贵 法国巴黎 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叶城 这儿是情侣们心目中的天堂 每个坠入爱河的人 都会来巴黎的 我带妻子来到这里 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 对希望享受皇家般待遇的 蜜月中的人们而言 金利伦大饭店是再适合不过了 也要享受皇室般的礼遇 金利伦大饭店该是首选 该饭店赫赫有名 1758年由国王路易十五所建 曾有大量法国贵族 包括玛丽安托瓦内特再次下差 这儿就是金利伦饭店 声名显赫的休息室 当年玛丽安托瓦内特 就是在这儿接受音乐教育的 我身后挂坦上的中间那个人 就是玛丽 音乐声传入美国夫妻 朱利亚和汤姆的耳朵里 此前他们从未度过蜜月 但这次周年纪念日 他们却打算以巴黎人的方式 庆祝一番 我一直梦想着来巴黎 这儿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五年 当你进到这里 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贵族 路易国王非以远去 但他那奢华的皇家装饰 却被保留了下来 如今 金利伦大饭店 已归泰丁格香槟酒家族所有 当你在享用香槟酒的同时 你还会感到众多别的东西 金利伦大饭店 最适合那些喜爱文化 艺术 历史 和在一个浪漫环境里 尽情享受夜生活的人们 大饭店交通便利喧闹的游客的 此饭店最适合女王住了 当你走进大饭店 会觉得自己像个贵族 这一点也不夸张 欢迎回来 我们对十大饭店的介绍 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想找个远离游客和公路的饭店吗 第五位的大饭店 就像个寂静的天堂 事实上你会觉得自己像个巴黎贵族 在印尼这个岛国 巴黎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很不同 建在悬崖上能直接俯瞰到大海的这个大饭店 叫做阿蒙基拉或和平山 如果说沉默是金 那阿蒙基拉就是块24K的金子 阿蒙基拉很独特 因为它有一种梦幻般的奢华 我想每个人有时会很想纵容一下自己 但这是种巴黎人特有的方式 给你的感觉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小天堂里一样 阳光下几英里长的沙滩 翠绿的树林 与世隔绝的园景 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你 我们的宗旨是隐蔽和书室 我们只有很少量的房间 只有35间 每个房间有三个部分 屋外有事业很好的餐桌和写字台 卧室里有张豪华的大床 还有桌子椅子 然后是一个特大的浴室 有浴缸 分开的淋浴 两个卫生间 两个梳妆台 还有许多椰木制品 和干净整洁的毛巾 我们故意把饭店建得较小 这样就能更好的和客人接触 照顾到每个人的细节 等各个方面 你会觉得这就是你的饭店 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宗旨 饭店一圈都是相连着的游泳池 游泳池建在陡峭的山坡上 分上下三层 这很像是巴黎人那著名的梯田 这也是设计游泳池的思路所在 由于它长得看不到边 所以你会感觉池水是与大海相通的 与游泳池的田径相比 大饭店的服务更是无可挑剔 这里的每位客人都有七个服务人员 他们能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无论那是什么 阿蒙基拉的菜谱 融印尼特色与西方口味于一体 大厨师托比安德森 随时都准备着满足您的任何要求 我们为客人做许多特殊的菜 我们把外面的世界都抛在脑后吧 从他们进来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感到很放松 他们说我们卸下了所有的重担 他们轻松极了 所有的一切都让你感觉好极了 这个房间建于1750年 这个有着60个房间的乡村之家 会令你感到轻松的 想明乡村绅士 休顿格林是个精美的英国乡村庄园 房间就像你期望的那样 装饰着各种古丸 这儿的服务也是一流的 他们会直呼你的名字 在这儿一切都变得轻松极了 下雨时 他们会为你准备好惠灵顿饮区 一切都是无与伦比的 你会真正感到 你就像是这个家里的 一位十分特殊的客人 真是太美了 安德鲁和艾利森 已急不可耐地开始了他们的 来吧 垂球运动 亲爱的 打得非常好 当然 没有英国人会错过每天下午的茶点时间 更何况 休顿格林大饭店的茶点 更是做得精美无比 我能放开吃吗 可以 算明知味道不错 到海边有多远 我想最多只要十分钟 太好了 如果对吃茶点不太感兴趣 那就骑上自行车去周围转转 太美了 咱们接着起吧 好的 如果你想润润喉咙 那就到公海上去做此轻松的 快庭旅行吧 玩了一天 现在艾利森和安德鲁 决定到被誉为欧洲最好的温泉 休顿温泉里来接接方案 而这里有皮埃尔厨师做的 绝佳乡村菜肴 人们从英国和世界各地来到这儿 他们希望体验这儿的一切 包括餐馆里味道绝佳的酒和食品 而且价格合理 你去休顿格林那里享受一切 有健身温泉 体育活动 那里应有尽有 如果你酷爱美食 去休顿格林也绝无问题 皮埃尔的厨艺是世纪上顶级的 休顿格林什么都是最好的 要知道我也想从各方面使他 尽善尽美 不管是食物